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有风 今天的话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搬运的视频 我今天教的搬运视频的话 是帮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较热门的视频 搬运到我们的U管上面 或者说搬运到Tiktok上面 那搬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你的语言的话 你的语言一定要转化成一个英语 或者说当地的一个语言 如果你直接用中文搬运过来的话 可能的话关注的人不会太多 那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 它一共有700万的一个粉丝 视频的话大概有200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比较 这个视频有200万一个播放最新的视频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个 快手上的一个视频的话 直接翻译成一个外国的语言 英文可以是西班牙文 可以是一个德文 那我们可以来问一下GPT 世界上使用最多的五种语言 首先第一的话 可能大家知道是汉语 就是英语 就是印第 印第语 还有的话就是西班牙语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阿拉伯语 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汉语 把我们的中文的话 视频的话转化成一个印第语 西班牙语 或者阿拉伯语 或者一个英语都可以 语言转化成一个印第语 西班牙语 或者阿拉伯语 英语的话都可能搬运的人比较多 转化成一个印第语 或者西班牙语的话 相对来说可能做的人比较少 你的机会的话可能会多一些 我刚才用Google的翻译的话 查了一下这个语言就是北印度语 印度的话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话 人口的话众多 而且的话它的人口的话和我们中国差不多 相关的人口众多 那可能看短视频的人的话就非常多 可以看到它的每一条播放量的话 基本上都上了100万的一个播放量 那么可以来查一下 它的Social Play上面的一个月播放量的话 在百万千万亿 两亿的每个月的播放量在两亿左右 昨天的播放量在1300万左右 非常非常厉害 收入的话也是非常的高 估算收入的话 每个月的话在估算收入的话 每个月可能都在几万到几十万的一个收入 当然的话这个收入肯定是不准的 总之它这个播放量非常高 肯定是赚钱的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的话 我相信的话大家手机上应该都安装得有快手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搜索快手 那么可以打开快手的一个官方网站 那接下来你要找的就是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频 把这个视频的话给下载下来 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视频比较有意思 我们要找的视频的话需要它的一个播放量 还有一个点赞数比较高的视频 所以一些热门的视频的话 你搬到国外去的话 你的视频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视频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视频好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分享按钮 复制它的一个下载链接 我们再来快手里面搜索一个快手视频下载 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下载工具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话给下载下来 点击一下提交 点击一下提交就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的语言转换成一个 我们需要把它的语言转换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那相关网站的链接的话 有方会下载 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以后上面的话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直接可以选择这里一个中文 我们把这个界面的话换成一个中文 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 登录以后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直接登录 你可以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视频 直接拖拽进来 拖拽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转录 这里选择你要转录成的一个语言 如果说我们想转化成一个硬地语言 我们就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点击一个上传 那上传后也我们点击这个OK 那这里的话可能要稍等一个 一到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根据你的视频长度来计算 那它里面可以转化的语言非常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它还可以转化成什么语言 它还可以转化成全世界的比较主流的语言 日语 韩语 德语 法语都可以 基本上登录 主流的语言的话都就可以进行一个转换 比如说我把它转化成一个西班牙语 那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西班牙语 我们选择这个 点击一个上传 你也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英语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转化成英语 转化成英语以后的话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先复制下来 复制到一个文本文件里面来 粘贴进来 那它这里面的话一共是三句话 我们把它分开一下 等一下的话我们把它分别来生成一个 等一下我们分别来把它生成一下 好这里的话我们以西班牙语的话也 转化完成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帮我们转化成那个西班牙语 我们要做的的话也是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粘贴进来 好现在的话我们有两种语言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文字的话 转化成一个语音 转化成语音的话我们用到更多的 应该是这个11Labs 相信的话很多小伙伴的话已经用过了 来到11Labs以后的话 我们来到我们这个 这里一个Voice 我们点一下 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用你机某语箱登录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点击这上面一个Voice Library 来到我们的语音库 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来找一下西班牙语 那它里面很多语言 当然西班牙语或者多语法语都是可以的 我选择这个西班牙语 来我们这里来可以来听一下它的一个声音 我们需要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话是一个女生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美女的声音 我们这里性别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女性 她的年纪的话我们看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 年纪的话就设成一个年轻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声音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增加到我们的声音库里面 它这种按钮 那这种如果是灰色的话 你需要用它的付费会员的话 才可以增加到你的声音库 如果免费的话 只有后面这个 这个也可以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增加到我们的声音库里面 这叫Mari 我们增加到我们的声音库 声音库的话 它最多的话可以放三个声音 我们可以把我们之前的声音的话先移除掉 再来我们的声音库 还是这个Mari增加到我们的声音库里面来 增加 点击一个完成 我们来进行一个语音的合成 我们点击这个声音 把我们这个印第语的话 粘贴进来 这里的话声音选择一下 我们的Mari 就是刚才这个声音 这里有声音设置的话 这里不用管它默认就行了 点击一个生成 每次的话 它每次的话最多能生成2500个支付 我们来听一下 效果还是可以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下载到电脑上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下合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的简音 简音的话有风力用的是一个英文版 英文版的话 它有加一个 因为英文版加有些字母的话 它的功能的话稍微要好看一些 点击这个上面这个创建 把我们刚才的视频 还有声音的话直接导进来 把这个下面的话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把它声音的话 稍微给配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原视频的一个字幕的话 先生成出来 因为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找到这个大概文字的一个位置 我们先把声音给删掉 原视频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中文 直接点击一个生成 当然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转化成相关的一个语言 只不过你需要一个复会的一个 简映的一个付费版 如果说你是简映付费版的话 操作起来就比较简单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只能生成原视频的一个类 字母我们点击一个生成 把那个声音的话先打开 点击一个生成 把我们的映录声音的话给配上去 我们先把上面的一个原声音给关掉 接下来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声音的话给对上去的话 差不多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下来的话 我们把我们原视频的声音给关掉 我们选中它 然后把它声音的话给 声音的话拉到左边 让它没有声音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用这个字母 然后选择这个原的 因为我们下面的话是西班牙语 我们这里选择一个 原一原选的西班牙语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现在我们的西班牙语的话 已经生成好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加一点效果 我选择右边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字体的话稍微改一下 如果一排显示太长的话 我们可以中间点一下 把它分开一下 拉到左边 然后可以把我们这个字号的话稍微大一点点 我先把我们全部给字给选中 字体的大小的话 你可以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跟它加一个动效 动效的话这里面后面的话有个字幕 我们选择这个字幕 选择这个PRO的话需要会员 那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个 加一个字幕效果就可以了 可以 然后的话我们现在的话 把我们下面的一个中文字幕给删掉 最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 你也可以加一些背景音乐 或者说加一些特效 加一些音效警器 可能效果的话会更好 这是第一种我介绍的免费的一个方法 当然的话还有一个付费的工具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来 那就更方便一些 那我们同样可以用我们的ElevenLabs 它可以直接把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 转化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一个视频 左边这里有个DUBBING 我们点一下这个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上传我们的一个视频 要把我们想更改的一个视频的话 先传进来 然后这里选择一个原语言 原语言我们选择一个中文 然后这里选择你想转化成的一个语言 我们选择这里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印度语 然后下面的话直接点击一个转换就可以了 可以显示这次转换的话 可能会消耗1700个字符 那免费版本的话 每个月的话有1万个字符 那用完以后的话你就需要付费了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转换后的一个效果 当然它简映里面 它也有一个自动翻译的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我们点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声音 只是说它转化了一个视频翻译 它的声音的话 它的总它可翻译的语言比较少 它只能翻译成个英语和日语 那么假如说把它翻译成一个日语 你需要的话使用简映的一个付费版才可以 而且的话你需要进行一个声音认证 然后才可以进行一个转换才可以 因为我们并不是这个美女的声音 所以说我们这里提交进去的话 也转换不了 如果这个视频是你自己拍的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声音 那直接点击一个路子 比如说你同意上面的一些 它使用你的声音或者你的形象 那只有通过以后的话 你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已经转换好了 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效果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原视频 在干嘛 这个小人是谁 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把它这个语言的话把它字幕给识别出来 然后我们同样点击这个字幕 然后点击再自动字幕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原视频你看它已经把我们识别出来了 然后点击一个生成 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的一个 这个印第语的一个字幕的话已经识别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出来 接下来我们点同样的你可以跟它换一个字体 然后把它字号的话稍微变大那么一点点 然后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后面这个动画 动画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字幕 字幕的话我们里面有很多 我们可以来选一个免费的 来看一下 希望本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那本期用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 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搬运这种视频的话 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如果说你把你这个方法的话 比较适合把你自己的一个视频的话 转化成任何一个语言 如果你在国内本身也在做自媒体 你想不让你的视频的话 得到更大范围的一个传播 也想在油管上面赚钱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的语言 转化成一个多国语言的一个版本 这样的话你的收入的话就可以翻倍